那么GK跟他的名字一样 Gank Gaming 他的打法其实还是偏凶的 那这一周的话 其实换上了这个新人迷神 包括上周新加入的打野AB来说的话 那这一周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全新的套路 是 那么期待他们今天的表现 Ceater就是上了 Ceater就是一个队长 他的一个稳定性是毋庸置疑的 对 Fighting同样 保住上单位 上单位是不能出问题 是 Sung的话换到上单位 他的上单位对线细节特别的多 操作特别的秀 能稳能凶 把画面给到了我们这个AB AB AB 打射手也好 包括打边路也好 他其实英雄池比较深 是 那包括他其实上周上场的时候 是拿出了这个高剑离嘛 他们打了一个双法 无射手的一个阵 LY2 瑜青 Yellow这做一排 你们就跟罚站一样的 罚坐好吧 罚坐 我跟你讲 Yellow肯定在下面刷微博 我跟你保证 他就每天就活在微博里的男人 我现在看到是 一只微笑 这又是一个活的表情包 Tiny Eris的Tiny Esta Esta的话我们也知道 他们那个人员轮换 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 可以说充足的 Esta 如果他们一旦进入了气候赛 他们在打更长时间的比赛 比如说BO5 比如说BO7 比如说BO21 是不是 是 就有点夸张 BO21 我觉得狂人吃不消 知道吗 这种类型的比赛 其实人员轮换非常的重要 对 好 进入我们的BP画面 KPL常规赛第99场比赛BO3 第一场 蓝色方式Esta 红色方式GK 是的 双方教练的一个 一级团 黄教练 你干的活我都能干 黄教练 我现在都可以给你们复刻一下 他现在有话中说的话 你说了 黄教练比较进入我的房间 也第一件话 好 搬吧 搬什么 你不说了是吧 搬吧 你看果然 是吧 又是这个自断双臂式的搬法 搬掉了射手 马可波罗以及鱼姬 其实Esta 他转变套路 我翻了一下他们的战绩 他们是从4月22号开始 4月22 正式开始转型打野 就是小鱼转型打野 已经一个月了 快一个月了 已经一个月了 好像说他们 满月了 黄教练今天突破了 他超越了自我 他换了班位 没有班后语 看了GK这里 其实是李白一首针对班 那关羽的话 那这里其实是有点针对到 Jungle和Song 是 其实Song这个关羽很凶 对 非常凶 他虽然说没有排在这个 大关羽里面 是因为打的场子不够多 但是其实我们对他 有私下的了解 他的关羽去打的还是满骚的 是的 那一下这里第三班搬掉了 东方太一的话 也是现在比较强力的一个辅助 那么这样可以抢一个花木兰 或者说 其实花木兰是最稳的 姐姐现在放出来上单 其实还挺多 曹操两点花木兰 老夫子 这个出乎我们的意料 为什么说拿花木兰 其实花木兰对到老夫子 他也不虚 是 但是他这一首 还是比较偏上了自己的性格 因为这个英雄可以说 他可以打得更文雅一点的说法 就让你更心烦 老夫子嘛 单线无敌 现在是在上单一霸 对 但是可以这么说 这个英雄适合性格闷骚的人 就特别强 比如说Song 比如说五三 你这把他们的性格都暴露出来了 对 就是那种蔫坏蔫坏的 玩这种英雄都特别强 然后就说心思一定要很细腻 那对面抢了一手老夫子之后 现在GK这里首选了一个曹操 以及二选了一个蔡文姬 其实蔡文姬今天上场为场 对 但是蔡文姬其实一般不先手抢 对 容易被针对 不过GK是第一次拿蔡文姬的队伍 当时我们知道 第一次蔡文姬出场 其实就是GK掏出来 为什么用掏出来 掏出来 好猥琐 掏出个蔡文姬 那么蔡文姬这英雄 其实我们知道了 他其实之前被评为 王主要当中身材最小的英雄 直到放出了一张 刘善倒地的图 我们才知道 最短的人是谁 身高最小 这个人 不过这场比赛 我们看到 其实也没有拿到 这样的话 Eastar其实上单位 现在不是 没有拿出李元芳 其实上一周 小鱼是拿出了李元芳的 而且他们那场比赛是赢了的 今天难道是李元芳的生日吗 这是李元芳 从KPL两个赛季以来最开心的一天 其实今天李元芳上场 我一定都不觉得意外 因为在今天之前 我就和某教练探讨过 他觉得今天李元芳一定会上场 某国服知名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教练 对的 因为李元芳现在有点OP 怎么说 他就像一个移动的GPS定位 没错 那么元芳都上了 敌大人什么时候能出场 得上我们期待改版后的敌人节 是 是 先看一下GK的三四周选择 依旧拿着花不来 双边路套手 这个边路对线有点难了 对 Estar最近喜欢打这个双边路体系 是 那通常是他这个双边路在带线 那中路收掉一波线之后 进行对对面的眼区进行杠格 是 那么这样的话 其实GK可以考虑一下 要拿一个强势点的射手 为配合蔡文基 最起码压制对面的一条边路 如果两条边路都让对方发育起来 这个基本上就穿了 哦 果然是拿了一个高剑离 好久没有看到这个组合了 高剑离这场应该是要走双路 也不好讲 现在也看不出来 也有可能边路再拿一个法式 然后杨检打野 不好说 但是这场比赛 其实很难得看到 这四个英雄同时出现在赛场上 就是老父子 花木兰 曹操杨检 同时出现 通常他们是会被绊掉两个吧 对 来 这手看一下五楼出格亮 出格亮上场 那么GK这边看下 五楼究竟是哪一个法式 还哪一个其他的一个战士的英雄 就能够看得出来了 也有可能是哪个射手 不好讲 现在五楼的一个选项比较多 因为今天这个GK的LYR没有上场 所以究竟AB今天是打射手呢 还是打一个继续打中单 这个就猜不错了 这个确实是完全凭他们的思路 那么看一下什么叫黄教练 才叫一个闷骚的教练 算的真的是 这一手张飞还要给你拿掉 一 保一下我打一个旅元方 二 你没办法 你很难去出后遗这样的今天英雄 是 就是张飞这个英雄 他打反手能力很强嘛 而且可以骚扰到你的后排 没错 拿一个自带位移的 孙少将 没办法 没错 我们知道双方正如选择完毕 萨吉梅依旧是一个李元芳打野的体系 李元芳打野 确实啊 这个还是需要 虽然是我们一定程度能够理解 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到赛后 比如小玉 对我们来做一个细致的讲解 对 就是他自从不玩射手之后 重玩射手是一种什么样兴奋的感受 没错 那么其实 我记得今天的竞赛当中 有一个像是 RXY在这场比赛当中 是否会选择射手 出场 那么这个究竟算不算选择射手 拿了个打野位 我们也不知道 对 对 我们也不知道 应该我觉得还是算的吧 原方 是吧 规定是射手 但是可以把它当打野来打 没错 好 这场的话是高剑离的中单队到了诸葛亮 这场的话不知火舞是没有被选择 其实Jungle在之前拿不知火舞的时候表现非常的不错 不过如果拿诸葛亮的话能够感觉到他们这场是希望前期把节奏打得更快 对 配合到小玉这边李源芳的一个打野来提速 不知火舞的话给到奶茶的话就是一个 奶茶其实还是蛮擅长抗压的 他特别擅长抗压 所以说他很擅长用很少的经济承担很多的伤害 拿个张飞 那JK这里的话蔡文基保一保高剑离 其实他们如果打到后期的话 加上孙上香的这个爆炸输出 其实是可以打的 打一个双圈组合 这个高菜组合 高菜 非常强势 其实这个组合是我们当时在排位当中用的特别多的一个组合 就非常非常强势 我们知道现在蔡文基在我们的一个排位局当中 班率高达 我觉得基本上我玩十场会班九场半 对 怎么说呢 其实我觉得蔡文基对于小白玩家来说是非常好上手的一个英雄 所以他们会拿出来玩 而且蔡文基在排位里面 如果你输了 他不背锅 是这么个思路 我是对于妹子玩家来这么说 没错 就是蔡文基这个英雄玩的 他就是没有伤害感 所以大家愿意拿出来玩 怎么看的感觉他很强 是不是 这三次加血 一技能大招加这个治疗一起开 是吧 就是说基本上像金妮说的一样不背锅 但是他的一个作用 基本上只要拿到手里 无论你怎么打 效果都不会差 所以推荐大家做的是局下的玩家朋友们 可以尽可能拿出 好的 下面就是我们 EastUpGK比我单身上比赛 男子王EastUp 我是ZoneGK 我是杰说李卓 我是杰说芷妮 金妮今天也是强 带着世界地图就上台来了 大家可能现在看不到 因为我做了很多准备 李卓就嘲笑我说 我带了世界地图上台 对啊 真的 不知道得以为你来旅游的 先看一下 一技团的对决 弹一手去 蔡文基这个二技能 团战如果放得好 效果还真的是有奇效 是 因为蔡文基有的时候 他这个弹弹弹 确实让你站在那里 动不了很烦 没错 尤其是如果两个英雄 站特别近的时候 就打乒乓球一样的 瞬间弹很多下 而且他有的蔡文基也会出梦魇 就是说用自己的这个二技能 来打一个梦魇的效果 但是我个人还是感觉效果不是特别好 那神奇的话 GK想要来反一个红 哎 反一个红 这边还是不想安稳的开局 但是 是他这边 而且黄帮可能保不住 应该是保不了 哎 保不了 但是他这边有点 不的意思 看一下 这边稍微打拳了 踩三个一起能拨到 一个被动打出来 先把一个高线离 还有机会再打 我看这个位置反杀 一人结枚 旅元方BOSS都再踩一个 这就是 这就是 杨简跟张辉是换掉了 三杠一的开局 直接一拨打出一千块的运达 对 感觉大家刚照面 就打起来了 而且小鱼好像人头拿得有点多 两个 张狗一个 再拿一个蓝BUFF 蓝BUFF还给到了诸葛亮 那前期的话 E-Star现在是大赚 因为基本上都升到三级了 如果再拿到第一条暴君的话 非常好上线赶克 而且E-Star这一场 明显地给我们诠释了一点 为什么 语元方不太适应上比赛 因为就是 现在的职业战队 会抓着你治疗量最低的那个时候 比如说你一级 二级和三级这个阶段 哎 打你一个错手 打到你根本就 骑不来 感觉会非常的难受 那现在E-Star应该是想要动这条暴君了 这暴君我觉得JK这边真的是没话 看一下张狗马上到四 放马上到四 基本上E-Star 有两位已经到四了 还是想抢 哇 这个抢不到就容易崩盘啊 是的 这个开局的话对JK来说不是很梦幻 有点玄幻 对 但是这手 直接放掉还好一点 来 张狗这个位置 能不能绝地逃生 还是被带走 张狗这人不太好听音乐 二级能标一下 看一下这个高剑林 哇 直接都不切重剑 操作非常的细腻 主要是刚才这个二级能减速了 再拔塔配原方的一个高下打速度 非常快 不然是前期 所以JK自己的一波进攻也去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 是 主要是E-Star他打的也很凶 就是你跟我打 我也是跟你硬战 不必战这样 JK一个是他确实是走为有点失误 博弈集团打出了一千块的经济差 不 这个不叫挖坑 这个叫打紧 有点深 目前来说三分多钟的时候 我们看到就有了一个两千 这数据不太好 就多少钱 快快三千那个经济差了吧 这个有点吓人了 这不是数据不好 这是眼睛不好 两千嘛 两千嘛 两千 三分钟其实有点 早些第二条暴力还没来得及刷 不过还好就刚刚的抢回来一个蓝buff 不过几方蓝buff依旧控不到手里 这样的话高建林其实还是 这个蓝buff拿到了 还不错 那么这样的话其实 一盖着这边的一个输出环境好很多 他有一个蓝buff的话 最起码保证了前期的一个经济发育 是的 奶茶想去搭扰一下 是 但是 现在的奶茶我觉得都属于进了野区 你都不太敢动 主要是GK现在你看还有这个蔡文基 没有到4 对不对 没错 这场的Jungle很稳 他第一件也没有选择做 比如说这个 像老赛的时候 有个小面具 然后有个队伍接通 每个男一就选的是 不停地去搭扰 一直打继续提速 现在不停地进野区骚扰 有机会把塔就把塔 没机会把塔稳发育 好 适当的入行野区 先是把自己家的野区buff给拿了 没错 再找机会先把线给收了 是 看看现在能不能入行野区 看看一下张飞的这个位置 应该是要从后面包 而且伊斯大其实现在确实是有着 三 对 因为对方的队伍当中的五个人 有三个人是打法偏袖的 分别是Orange 桑和小鱼 对 而同时给到Orange跟桑打边路的话 一旦让伊斯大拿到优许 这个边路的压力实在是太大 没位置 张狗本身也偏袖 他以前之前打露娜出身的人都袖 你这么说伊斯大就是全袖 对 但是就是看袖翻对面 还是袖翻自己 是吧 没位置 今天GPG的这个新人迷神上场之后 还暂时没有看到他什么亮眼操作 好 伊斯大现在的一个每分钟伤害 排到全联盟第一 一万五千五百九十一个 非常适合 场军大龙也排在第一 那这位置 伊斯大在这里 现在其实发现高剑离的伤害 还是有保障的 这是他们团战的一个能够去凭借的 打出高剑离的伤害还是不行 这蓝buff又是被打掉 没有办法 原方的话 一个远程抢buff的能力 确实是太强了 远程打野就这点好 不担心抢buff的时候被人留住 看一下 张哥这里 还是暂时不打这个暴君 是 伊斯大的暴君控制率在57%左右 还不错 还不错 是 其实暴君还好 他们主要是五载 他们基本上平均每场都会打我 这个数字其实比较高的 我觉得是 伊斯大会的暴君控制率是比较高的 来看上路的位置 这边有保诺言 但是 嗅觉很灵敏 丝毫不给机会 其实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的 就是基本上 当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在排位当中 玩上单位的时候 队友在打暴君 你赶紧往后退 对 这波要死了 这个曹操时间是被抓了 那这一个下路的塔 应该是没有什么 一个人被掉 来看一下这边的话应该 上路这里 伊斯大了这里没有给 张哥唱歌听吗 没有唱 没有唱 有点怕 先出了一个痛苦面具 因为这个出装其实很理智 非常理智 你知道高剑尼的出装是这样的 可能是要办法一直在好奇 就是说 先做世神之书 还是先做面具 先被机看见过 已经丑费了下一个 我给你打 来 这个时候 误过的一支蔡文静 也是对他没想法 高剑尼的话 先做面具要比 先做世神之书 商量高很多 其实先做面具 先做这个七月初的话 团战续航可能要更强 那其实我觉得 现在对于GK而言 当然是要避战 然后把自己该拿的经济 就全部拿在手上 对 因为目前六分钟的话 现在差到一个四千的经济 其实是有点难打 是 今天一天 就前面两场比赛加上 第三场比赛 拉出来的经济差 加起来顶之前一个月 感觉绕地球一圈了 对 之前其实前几周比赛当中 基本上见不到 这么高的一个数字 然后没事感觉 双方那个出装 那可以看到 E4R这里 花木兰她是出了一个制裁之刃 没错 出制裁之刃的话 就是线上单挑已经无减了 无论是斯里尔的一个两减 对 对 E4R这边出了一个制服性的装备 就是每个人一见守护者之铠 感觉出了一件对服的感觉 这个装备其实性价比确实很高 打到对面这种 3AD阵容的时候效果非常的好 同时的话 我们知道老父子 其实他哪怕不出制裁 只要有一个末世 或者说反上刺甲 在肉搏的时候 也是非常强的 加上一个带了制裁的花木兰 这两个人编路 基本上现在也是已经 JK这边没什么办法 对 其实可以看到这一局 E4R和JK他们是拿出了非常多的上单 其实根据我们之前比赛可以看到 并没有能够经常是曹操 杨检 花木兰以及老夫子 在同一场比赛当中出现的情况 基本上都是同时被搬掉 对 那其实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 关于这几个上单 目前在这个版本当中的一个强势对比情况 是 那其实我觉得以前杨检 他会是在首选 比如说一选二选位 没错 但是现在其实一选二选 通常是让给了花木兰 那是为什么呢 曹操 那个版本是属于三短一长选最长 杨检攻击最长 这个版本呢 杨检一定程度变脆了 就变成了三长一短选最短 大家刚才看到自己的世界地图 好吗 非常的炫酷 确实也是我们的经理位置 第一次当中的解决台 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资料 对 不要说了 我要那个 有点感动 看下这个位置 单挑 非常强势 带制裁支援 桃桃完全打不过 没有办法 这就我看orange 他比较喜欢用短剑输出 用双减 不太用重剑 你看双减的塔 但是强力破掉 而且你不太好快 大招 没了 不过采文鸡 采文鸡没个绑到 但是这个有点难受 手的话 然后小鱼在后面疯狂带双buff输出 orange进来收割了 这可能收割了 这里不想让AB走 你看一下Jungle的位置 我直接是遇了两个塔带走了 没错 Jungle现在在收人头方面 有着非常常识的性格 基本上收割都交给了他 现在E-Star的一个经济发育情况 基本是这样 拿无射手的时候就不说了 双边路带你 一旦拿到一个有射手的时候 基本上上单位自己发育 经济都给你 小鱼的话也是经济吃很多 然后中单位的Jungle 基本上靠人头收 而射手位置 他很多的时候还不会拿太多的经济 但是如果拿到边路的话 就会发现不是这样子 辅助为不吃经济 而其他人各拿各线的经济 人头尽量让给中单 是 思路非常的清晰的 我感觉到 思路都是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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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道理 大家都希望自己的这个阵容 可以打出理想的状态 没错 那么小鱼其实作为一个大野位 他buff拿的确实是 我不知道他是400buff记录的 一个保持者 人送爱好buff杀手 但是 你送了吧 对 我送爱好buff杀手 不过buff打的多 有时候小心被主宰buff 确实 你把那孩子杀光了 危险 所以说 哎 看一下 又是一条暴君 是的 这边强行绑到 再把杨简击杀 现在的话 基本上上这边的一个老夫子 绑到谁谁就要死 因为队友的输出现在非常的高 包括XY 我们看小鱼这边的一个 5700块的一个经济 7A给伤害其实是很过分的 非常的强势 直接开着他主宰亮到GP也不敢来抢 没错 我们看到一个他的出装细节 他为什么做爱影战斧 其实爱影战斧的话 对于李延芳的一个效果是不错的 因为他的一个 因为伤害虽然有 但他一技能的暴力 他伤害是非常高的 所以说当破甲越高的时候 暴的血量越多 有点类似一技的一个意境 是 那其实现在GK就是要打一个监狱局了 因为可能大家经常听到我们说 这个监狱局 为什么是监狱局 就是他三座高地塔还在的情况 这次 这个陆域有点早 9分钟的监狱局其实相对难打 你知道QGP有时候也打监狱 但他一般不会打 在一个 他一般互选 他一般是在10分钟的时候 他一般开始逃避 9分钟的话很可能高地不太有水 好 一旦张飞强行吼 李小鱼的一个装备开塔 跑不了 就是这样 还好这里 GK我觉得他有一手蔡文姬 是可以在团战当中 把自己学友 学友 队友的血量给奶回来 没错 对 非常对 但是怕了就怕 意思是他里面伤害太高 是 因为现在这个经济差已经有点夸张了 是 现在小鱼的一个标 又在里面你都吃不消 你在躲 你躲我就拆塔 但是杨典这位进场司令 直接被打死 又比张哥双方的更多 再拆就中塔 一点办法都没有 中了到他直接被破 现在是10分钟的时间 是 今天我发现我们的 还好 季后赛的队伍 集体爆发 在抢分大战 还争取一次 是 因为E-Star 大家也都知道 她的这个动力非常大 是 如果能够赢一下这场比赛 就决定着她能不能够进入自己比赛 来 这种奇快无比 我的天 再下一程 10分钟没到 直接拆干净 好 我们恭喜E-Star 是 成功拿下了BO3的第一场胜利 今天小鱼打完比赛之后 表情不是她那个 感觉她很放松 不是她那个标志性的那个 那个表情包 对